2022年2月13日星期日 疫情之下現在不能群聚 最多是2人行山 今天是2人行 因為很多天都沒有出過街 來到東涌行廣平棧 然後去到廣平市集 廣平市集非常大霧 不過可惜沒有人 很冷清 差不多什麼路都看不見之下 我們就完成了上山路徑之後 就經這個石門甲 就落回去東涌到今天的終點 整個路程大概是走了16公里不多 走了4個小時39分鐘 總上坎和下坎都大概是700多米 走了26,000多步 2022年2月13日星期日 早上現在是8點46分 來到東涌 這個位置以前天氣好的時候 直望是看到鳳凰山的 但今天就看不到 好了 我們出發向東澳古道方向 今天去這個360展道 今早這裡人流稀疏非常冷清 我其實都很多天沒有出街 都要來家外運動一下 好了 又是去這個慶東街1號 然後經過行人隧道上去這個外面 大馬路 今天早上非常之濃霧 好啊 那現在這裡雖然已經快到9點了 都黑漠漠漠的 好像很暗天 過了前面隧道 很快就會到到這個外面的馬路了 出到來玉東路了 前面先上第一條橋 行人天橋 是不是眼鏡無塞了 就是 第二條天橋 行人天橋 又不用上了 這裡 靠它右邊 繼續在地下 向前走 就會去到這個東澳古道的入口 好了 走到來前面 這個指示的方向路牌 右手邊 就正式進入這個東澳古道 可以去到後皇宮 前面 跟著走前一點 就轉左了 好了 來到這裡 很漂亮 前面又有路牌 再前一點 往右邊 走到後皇宮 那邊 今天天氣 相當濃霧 山上 都沒有東西可以看得到 左邊去羅漢寺石門甲 這邊 又去後皇宮 哇 之後 出來了 後皇宮之後 就會轉過來 這邊 經過這個 小型的足球場 這裏 也是一部汽水機 這裡是喉皇橋 現在的水 稍微脆了一些 很多青材 露了出來 朦朦 一片 遠望 山上 什麼都看不到 從這個風沖起步走到現在 走了大概31分鐘 就來到這個 上去救援監道 360監道 360監道的入口 對呀 這裡就是入口 9點24分 開始正直上這個 麗洛山的釣車斬道 9點24分 開始正直上這個 也不要小看這一段梯級 有成123級才到那個頂位 如果熱天來走機是夜 上石級上了大概18分鐘 到現在這個位置 還有很多級以上 我想應該上了一半左右 不知道有沒有 龍霧到非常厲害 什麼都看不到 在大霧迷離之下 隱約可以看到 下面的石門甲村 那裡小小的村屋 其實什麼都看不到 稍事休息之後 繼續向這個賣場的石級 向第一個 纜車搭 上攀了 本來來到這裡 是一個小型的觀光位 可以俯瞰下面 東涌一帶 今天什麼都看不到 眼前還有一棵樹 看看 都挺漂亮 從下面的石級 開始上來 上了48分 不是金正 不是48分 是38分 即是大概4個字 8個字 就不夠了 38分鐘上到這裡 藍塔頂 好 在這裡休息一陣 10點09分 繼續向第二個波出發 好大霧 一路都尾尾雨 這些木板梯級 落了雨濕了之後 很滑很滑的 非常小心才行 在兩個山坡之間 都有很多樓梯級要上的 才去到木板位 石級路就熬完了 總算出現了 木板的樓梯路 暫時就走過了那段 木板路了 現在來回石屎路了 石頭路 非常大霧 附近範圍都看不到 好了 前面又去到木板的木板路了 這邊左邊 有一條路 以前是上山頂的 不過現在都封了 這裡的木板 濕了之後 都很滑 很滑 而且打橫一塊塊 那些條 有時都不太滑 有時原來前面有一級 你都看不到 剛才都卡住了 上5吋下5吋 都刮損了 大斜樓梯 這裡 非常滑 這麼濕滑 濕一點 現在落這條的木樓梯 樓梯是一般平時行山 很熱門的打卡 拍照位 這條樓梯都很直 現在差不多到六七十度的傾斜度 有些位置是四十五度 所以走上來就要小心一點 尤其是今天天雨露滑 這條的木製樓梯的盞道 剛好是一個凹凹的位置 如果沒有這條木樓梯 就過不了去對面那邊 但其實這條木樓梯 當年建立的時候 我記得可能是2005年還是多久 當時剛好建立一半 現在這條兩邊扶手都還未安上去 只有這條木樓梯 你想一下如果沒有兩邊 那個心理就感覺不同 稍微有些不慎 跌倒或者滑倒下去 隨時跌倒到旁邊 所以當時走上來 都會有些驚險的感覺 現在兩邊扶著就真的不確 安全很多 還可以借手力 我認識有一位朋友 他做建築的 他跟我說當年在這條 斬道的時候 他們有份參與工程 還好似不知道在英國還是哪裏 購買了一些雷回來 那些爐 在這裏運送了物資 好了 上來這段仔最斜的木板爐 上來就上到頂了 今天由於又有大霧 又有微雨 天氣又不是那麼好 雖然是星期日 再加上現在疫情 我們都不能去街 唯一都是去這些郊野 一兩個人 小小的地方 一早出發 就不坐交通工具 沿路折返 沿路離沿路返 一個圈 走完木樓梯了 怎知道原來還有少少 原來在這個龍墓之中 不經不過 原來已經來到這個轉向塔 這個釣車的 好了 現在時間就是上午的11點21分 現在在這個 釣車的轉向塔 向這個大佛方向出發 龍墓的程度達到 基本上就看不到田面條路了 很久沒試過行山 行到那麼大霧 平時那些霧 大得來也沒有今天那麼厲害 我記得上一次好像是麥三那次 可能是這麼大霧 Hello 不安靜 好了 我又來到這個位置 左手邊去鳳凰徑 都是鳳凰徑 右邊又是鳳凰徑 又是麗樂山郊遊徑 現在這裡就出去市集 現在這些地板 現在這個 差不多出到市集了 直行到陣頭應該就是了 因為那些霧真的大得緊要 最多是望到三四十米 又在這個龍墓之中 我們又出來了這個廣平市集 不過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因為這個前面就是市集 因為這個前面就是市集 來的了 基本上現在這個岡平市集 完全是給大霧所籠罩 現在十一點五十五分 在這裏稍事整頓之後 現在向這個東山發門 下去這個石地堂仔石門甲 出回去東涌 龍墓之下非常冷清的市集 那些店舖都要開門 不過就沒有客人 現在這個大霧什麼都看不到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哪 本來現在這個方向 看上去就是大霧 現在看不到 哇 黑狗狗 這隻牛我們以為是 是一個雕塑來的 但是走過去看 是真牛 它不動 它很穩定地站在這裏 厲害 由於現在現時太大霧 只能夠敬到心經簡淋 在這邊出回去 就去東山發門 好了 來到這個路口 我們就轉左了 好 向這個方向前進 好了 賓景不覺呢 走到來東山發門 還有六公里半 就出到東涌了 好 繼續加油 好了 走到來中道亭 原本我們今天初期計劃 打算來這裏 開始上去這個鳳鳥隻 上羅漢塔去鳳凰 但是今天天雨大霧 我們取消了行程 改了今天這個行程 這個要擇一再走 今天繼續下回東涌 好了 今天來到這個十方道場了 繼續向東涌出發 還有五公里半 好 落石門甲這段路 有落沒有上的 好 時間是十二點五十一分 我到來羅漢寺了 我到來羅漢寺了 好了 北京不覺 來到石門甲的村公所 出去就走回馬路去東涌的地鐵站那邊了 現在走回到滿東村旁邊 再出去就是大路了 好了 今天走回到東涌的市區旁邊了 還有大路的山公里 應該可以出去 回去 現在回程呢 現在回程呢 在玉東路 向東涌地鐵站方向 好 今天來回到我們今天的起點東涌了 全程今天走了大概是十六公里 不多夠 走了四小時三十九分多 連休息時間 結束今天的腳程了 下期再會 第一道范山觀山 你已經快到了 你和這幾個探索 有更多錢 你不想去 你不想去